各位車友大家好,我是李翰老師 今天要來跟各位推薦我平常在看的比賽 這是上個禮拜在歐洲比的X30系列賽 非常好看,推薦給大家 台灣也有X30的比賽 台灣的X30比賽都是TKOC在主辦 有興趣你們也可以去參加 你看看這比賽 這一組是D組跟F組 就有26個人 到F代表就有A、B、C、D、E、F 六組耶,是不是 每一組大概就各13個人 好刺激喔,最後好像是取36個的樣子 那為什麼這個比賽很好看呢? 這個比賽有2016年的世界冠軍 Patrick Hubert 跟2020年的世界冠軍 Colin Branshaw 還有2019年的Max的世界冠軍 而且他們都排在後面 超級好看 這些高手排在後面就增加了比賽的刺激性 因為他們排在前面很容易可能一下就跑掉了 是吧?所以他可能也顧到我們的福祉 希望就是我們可以多看他一下 多展現一下他有多厲害 所以他可能 測試啊有策略性的稍微往後一點 不然如果跑前面要獨跑不就結束了 對不對? 不好意思這我胡說的 這我胡說的 因為測試是這樣 有時候測試他會有一點點運氣的成分存在 會有一點點運氣的成分存在 但是不會差很多啦 不會說你的實力是很好 結果一下掉要掉很多 那可能也很特別 或是運氣很差才會啦 通常就是差一點點 所以他們等於也是在前排啦 剛剛我看好像都在 第五位跟第七位 只不過Guy Cottington比較後面一點點而已 OK 然後現在他們都在暖胎 準備要列隊 為什麼要暖胎咧? 因為一開始胎壓不會打的 就是剛好熱起來 或是讓他熱起來 一兩圈馬上就剛好到熱的那個情況 因為怕之後會過熱 所以一開始可能會打稍微低一點點 打低一點點因為一開始如果很低 他出去會沒有抓地會不好看 所以就會盡量去磨他 如果是在像那種永安啊 天氣比較冷啊 這種比較滑的 喔記得一定要暖 因為那個地太滑了 你不暖他過彎會沒有抓地力 就算你的防滑再厲害 你可能也 對不對你也控不住車子 OK 然後差不多要起跑啦 刺激啦 他們排後面就是好看 Petrohubrin第五 那個Colum Brancher第七 是不是 好一個第三排一個第四排 很好看 開始啦 好你看他們在搶位 都搶得很兇對不對 好你看 哇這麼多車 夢寐以求欸 對不對 我看到車子很多我就興奮 是吧 好開心喔 有機會一定要去歐洲比個賽 是不是 是吧 就可以這麼多車這樣 集在一起 是不是 不過車子真的是需要練啊 齁 而不是就是可能 嘴巴說說你車子就會進步 齁 因為卡丁車 講實在話 它是一個很辛苦的項目 OK 你要開得好 真的是要真平實學 而且真的要練習 那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卡丁車咧 因為它很公平 它不是你有錢就開得快 好像有些車友就會問說 啊它可不可以改什麼 它可不可以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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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 它幾乎就是 引擎原廠來就是原廠的樣子 然後你就是按照原廠的規範 然後比完賽都會驗車 那只要有一項不合格 就是DQ Disqualified 然後就被取消資格 OK 所以就是你不管有錢沒錢 你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你沒辦法很有錢 然後你改很多東西 用不一樣輪胎沒有沒有 輪胎都一樣 重量的都一樣 車架你可以選擇 OK 然後再來引擎 統規的 然後要一定的 例如說 你禁排器不能拋光什麼 這些都是一定的 頂多可能就是 化油器拿起來組裝組漂亮一點 或什麼 這個其實我也不是很懂 這個真的要厲害的技師 會比較厲害一點 就是在可以允許的範圍下 讓他效能好一點 或者是可以針對這個車手 下去做為一條 因為每一個車手 有每一個車手的駕駛習慣 對不對 哇 這現在就 你看 我剛剛才講 你看現在Colum Branch 第幾 第二名了 才第一圈完而已 他第幾七跑 第七 你看他是不是很凶狠 對吧 Petro Hubren現在第幾 Petro Hubren就是346這一個 現在第三 現在第一圈完了 現在第二圈了 第一圈完 剛完第二圈 有沒有 他就跑到第三去了 有沒有Petro Hubren 對吧 你看他們第五起跑 跟第七起跑 基本上好像 沒什麼差 然後你看Guy Garthington Guy Garthington 剛剛是不是在很後面 剛剛我記得看搞不好 20了吧 你看現在跑到第八 你看多刺激 是吧 前面都不是吃素的啦 是吧 為什麼這麼想擠到前面去就是 前面就 就有這麼激烈 然後就是 這麼擁擠的感覺 就覺得 好好喔 是不是 車沒有白開 對不對 是不是 有人出去了 你看他車子拼很兇耶 這個才是 怎麼樣 預賽而已耶 這才預賽而已耶 你看他們拼這麼兇 正常來講 預賽應該大家排排隊啊 怎樣就結束 可是這個 這個拼很兇 這個拼超兇的 是吧 反正我就叫你看幾個重點 現在的第一名的那個 Colum Brancheau 跟第三名的Petro Hubert 相當酷 然後他有幾個車手啊 其實我不是很熟啊 我不是很熟啊 因為 他們歐洲嘛 人才倍出嘛 是吧 每一年 我去年看跟今年看就冒出好幾個 真的 因為他們 這個賽車的文化很盛情喔 你看 Petro Hubert 殺到第二了 有沒有 Petro Hubert到第二了 有沒有 他剛剛抄掉的剛剛第二個那一個 有沒有 就是我剛剛講三四六的這一個車 就是有點 這算紅色嗎 橘紅色 是不是 然後第一個就Tony car 你看第一個是不是就Tony car 我就跟你講Tony car很好開吧 沒騙你吧 是不是 你看世界級車手 世界冠軍也都用Tony car 是不是 然後Petro Hubert以前也是開Tony car 那因為他們很厲害嘛 當然這車隊就是會轉來轉去啊 他們都職業的了對不對 是吧 而且我還記得Petro Hubert超級無敵壯的 但我記得 他有個照片 他二頭肌超壯的 有沒有 二頭肌超 喔沒有不好意思 好 所以 像我之前一部影片喔 上一部影片我在介紹說那個方向盤有沒有 是不是一個推另外一個也推嘛 對不對 那有車友就跟我講說 就是 他沒辦法兩個都推 因為他知道要推著 可是 他手不夠力 推的話他沒辦法轉換 他一定要用拉動 喔Petro Hubert現在超到第一了 喔 你看 他們的交換線都非常漂亮 他不是說 今天我交換線完以後 我就完全失速 可是其實 他知道他自己很慢 你看 他剛剛一超完以後 他就一直站著內線 有沒有 然後你看 現在後面車子急著 好 被超車總是會慢一點 啊你看 Colin Branch又塞進去了 喔 你看有沒有 然後 後面都在急 太多車了啦 這真的太刺激了 這真的太刺激了 其實比這個比賽 就是在比控車 誰比較會控制車子 那你很會控制車子 當然你彎速就控制得很好 車子的滑動你就控制得很好 你的秒速當然會很好 還有在逗車的時候 你控車的細膩度 這個也有差別 好你看 你看他現在跑到第五了 我看數一下 一二三四五 對 凱凱凱凱凱現在跑到第五了 也很厲害 我跟凱凱凱凱也是IG上的好友 我們也有聊過田 對不對 也是有 對不對 像我這個人我是 因為我不會嘛 我就到處去問這些人啊 就問這些啊 就是很虛心的請教 雖然我英文也不是很好啊 我是數學老師應該知道 我是 打IG問他們 是吧 啊有些就有回啊 因為這些東西有時候真的是 你要人家點才知道 你不要去慢慢摸 不然慢慢摸 你這樣看比賽 如果我不去講解 我不去講 你就覺得 啊就繞圈子而已啊 或是幹嘛 可是等到你在這個場上 一樣的條件的時候 你有辦法設內線進去嗎 你有辦法設內線 控住車子不拋出去嗎 你控得住嗎 那你知道那個技巧是什麼嗎 那訣竅是什麼嗎 設進去如何把車子控制住 你知道 怎麼控制住嗎 是吧 好 所以你看他現在 鬥鬥鬥鬥的很兇 喔Guy Carlington現在跑到第四 201這個就是Guy Carlington 有沒有 是不是 他們是不是都衝到很前面 有沒有 很刺激 像這種在很高速啊 設內線啊 然後在內線還要敢停下來 你會覺得那視覺 看起來實際上是很恐怖的 你走外面 其實你不太會害怕 為什麼 旁邊沒有車嘛 你走最外線的時候 你的左邊是沒有車 假設你要右彎 你走最外線 就是走最左邊的時候 你左邊是沒有車 你是要右彎的時候 當然還好 可是 當你在射中間的時候 你可能左邊有車耶 你可能後面有車耶 你可能後面有車耶 你就緊張 進那個彎道你就緊張 而且你那個折角又比較小 是吧 那你煞車又要比較 早踩 可是你又不能太早踩 太早踩 人家旁邊就過去就關門啦 對不對 所以你起碼就是 可能也要跟人家一樣踩 但是 因為你在裡面嘛 你速度降的又要比較低 所以你又要踩的比較大力 啊踩的比較大力 你車子又不能滑掉 這個真的就是要靠練習 那你看現在 完成了七圈了 喔 完成七圈現在剩最後兩圈了 你看 他們在battle了 Petro Hubren 跟Colin Branshaw 有沒有 這個最經典的其實是 最後一圈 等一下你看最後一圈就知道 很經典 非常經典 他們其實他們開車除了很快之外 他們都還很動頭腦 因為 這些車手都 開車開成金了啦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已經 很驚了 所以他們連在超車什麼 他們都有辦法 就是在場上思考 啊這要歸功於一個 你在場上不能手忙腳亂 如果你在場上這樣 煞車 油門 放在那邊救 你哪有時間思考 你救車都來不及了 還思考 對吧 啊他們還有辦法思考 代表他們是 很遊刃有餘可以開在這麼快 懂意思嗎 他很遊刃有餘 可能開在那個極限的邊緣 很遊刃有餘開在極限的邊緣 所以他才可以思考 看前後左右的動態 喔 最後一圈呢 好最後一圈你看 他先讓他過 感覺好像先讓他過 有沒有 是不是 好那你等一下看一下 你看他先讓他過 怎麼會這樣 應該守好自己的位置啊 兩個世界冠軍耶 2016世界冠軍現在在前面 2020世界冠軍現在在後面 而且他好像讓他過的感覺喔 好特別喔 哇你看 馬上換回來 你看知道為什麼嗎 你看後面那幾個彎 其實很不好操 因為他已經知道 後面這幾個彎 他只要走首線 後面幾乎就過不了 所以他在前幾個彎 有機會動手 他先讓人家過 然後他在 可以動手的彎的時候 先動手 可以動手的最後一個彎 先動手 懂 懂意思嗎 後面彎已經不好動手了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他剛剛 他是死守在前面的 你會發現 如果他是死守在前面的 他會怎麼樣 他到那一個就是彎的時候 人家在那個彎動手 他後面他可能追不回來 因為最後幾個彎 就是不好過 懂嗎 你看 頭腦 你看這樣就結束了 你看Colum Branchel就第一 Pretel Hubert就第二 有沒有 Guy Cardington就第一次 是吧 那這場比賽你可以自己去尋找一下 這裡還有 Mark Kimber Mark Kimber是 2019年的 X30的 Senior世界冠軍 裡面還有 Reven Skroth 一個英國人 他成名的蠻早的 他跟以前有一個叫 Lorenzo Travis Nuto 是同 同時代 同級別的 那我剛剛講那個 Lorenzo Travis Nuto 這個人 他是兩屆的 那個世界冠軍 2019 2018的樣子 兩屆世界冠軍 那他開的車就是KR KR KR KR就是我介紹那個車啊 Nanadi Nanadi 就是KR的前身 Nanadi之後就改名叫KR 就是這樣 OK 介紹給你們啦 相當酷 雖然我去歐洲應該是不能跑Senior 但是不錯啦 我曾經有想過 要去試一下 人生嘛 對不對 去帶點東西回來也好啊 對不對 空氣啊 土啊 是不是 好啦 那就這樣啦 你有興趣你就自己 看一下啊 這比賽非常好看啊 OK 介紹給各位啊 以後有空再多介紹一些 好嗎 OK 那就這樣了 拜拜